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老宋,砍大山 我们当父母的养了孩子,最怕什么? 最怕孩子身体不健康,以后没出息 以后没有失业,以后不幸福 怎么怎么样吧,反正就各种语 害怕吧,但是我们心里也会害怕一点 害怕老了之后,子女不孝顺我们 当然我们的老辈也会这样想 我们的子女孝顺不孝顺我们呢 都会这么想,对吧 但是你说这个孝顺呢,是我们国家本来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吧 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报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养出了一个懂事,感恩 孝顺父母,事业有成的孩子 对不对,这是最大的福报 你们家庭,你说你们养了一个孩子 又不孝顺,然后打天骂娘妈夸张一点 反正挺着什么的,是不 你说你这个家庭就算有点钱 或者有点事业,有点什么,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原因 那好多朋友说了 哎呀,孩子这玩意儿 谁都知道他孝顺不孝顺 爱孝顺不孝顺嘛 咱也管不了,对吧 谁都希望有孝顺孩子 那他不孝顺咋办呢 他人子了 确实是这样吗 难道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 我这个孩子就不孝顺 不可能,是根据他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些变化 最后发展到那样 其实和你父母的教育是和很大的关系的 朋友就对不对 好了,那从小有几点就能看出来 这个孩子孝顺不孝顺 有些国外出的好叫什么 三岁看老,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小的时候一些做事的方式 一些方法,一些性格的养成 多多少少你也能看出一个大概来 这不是迷信 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 它发展轨道 那这个性格 那朋友们说呢 从哪些方面能看出呢 咱们今天就聊一聊 老是认为 第一点 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就表现出来一个 极度自私的性格 那这个孩子长大 不孝顺你的几率就非常大 那什么叫嫉妒自私 嫉妒自私跟父母也好 跟亲戚朋友也好 尤其跟小朋友也好 不懂得分享 有的还容易讲 吃饭 吃肉了 自己咔咔咔咔 那父母要讲 我这也有 我得吃完才能吃 你们不行 碰到好的 那恨不得准 都得是我的 你们不行碰 我得吃完 这父母的朋友 好饭你吃吧 你吃吧 自私 有一个好玩具好东西 小朋友来家玩了 你不行碰我东西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 什么都是我的 自私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 家长可能觉得 他还小 无所谓 好吃的给他吃呗 对不 能咋的呀 那本来就是他东西 不爱给就不给啥 凭什么给他玩 对不对 凭什么呀 那就是咱家东西 是不是有很多家长这么想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么多对吗 孩子 从小就应该知道 我们一家人口 这个好吃的 应该 爸爸你来一块 妈妈你来一块 是不是 我也来一块 是不 爸妈妈说 你多吃点 可以 爸妈妈对你好 让你多吃点 但是 不代表 你就可以把这个互助 你们不能吃啊 这都我的 你们觉得可行 可以吗 是不是不行 我不知道你们父母 应该是怎么教育的 老宋 绝对不允许这样 第二点 你说 和小朋友们之间 互相分享 你的东西你玩一会儿 他的东西他玩一会儿 互相分享 你们是好朋友 这种分享要养成 才能养成这个孩子 不自私之利的性格 不是说你呀 我的 怎么的 有的孩子是这样啊 我的东西你不用碰 但你的东西我可以碰 这叫什么理念呢 你们想 从小给他养成这个理念 长大了 他也按这个方式发展 在他的生分中 只有他最重要 他怎么会小孙女 朋友们想想 是这个道理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父母对孩子 过度的溺爱 甚至给他养 孩子养成了 悄张跋扈 就这种 哎呀 也不行 我从小时候就看到 我孩子那点小时候 领他上乐阳上哪 他玩具成哪 那孩子跪地 就哐哒地 怕打滚 不行啊 我就要那个 你们不给我买 哎呀我就不起来 哎呀 哎呀 一哭 买买买买买 买了 我当时就说 别人说 那你不能 我姑娘 打死都不会 他能买 真的 哭去吧 哭死 我都不会 我绝对不能 一次都不能妥协 我妥协你一次 你会有第二次 最后第三次 你会觉得 啊这招好用 对不对 还有啊 从小什么 看到那孩子过去 哗哗给爸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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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咯 그래요 它还乐点 forgetting 小孩 什么的 哎呀 小嘛 别别别别 没事 小 小你不知道那是长辈哦 你不知道我是你爸啊 啊 行 你多少打我 开玩笑么 打我一次 我就让你找进去 以后告诉你 这种事情就不可能让你发生 对吧 你跟我说话 说死说 说不好 咱不能说的 不敢大声说话 说的开个玩笑 闹一道 这都可以 但你不能咱俩就敢多说打 打你父母 打你爷奶奶 打你老爷老爷 开玩笑的吗 那看电视 看那个什么 就啪就上去 跟他老爷老爷 一个大人吧 还乐点 你这是什么 就是厉害 这种怀疑 在他心中就没有别人 他心中就很正常 你就告诉他 他怎么还能够消除你 怎么可能啊 我跟你讲 孩子从小你就 该经养经养 我们可以给他吃好的 欢好的 给他好的教育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规矩 也要养成 什么规矩 你不能说这孩子 上来就喊我 说一碗碗 你咱们咱们的 你得喊我爸爸 对不对 你不能喊 长辈的姓名 直呼姓名 你咱们咱们的 你过来咱们咱们的 你开玩笑呢 不知道该跟咱们 怎么说话吗 你在这说了 你喊我个爸爸 或喊妈妈 喊严 这不正常吗 还有 有些人还觉得 喊名字就喊名字 没有事 好吧 你觉得没有事 你一手间都不觉得 你还应该受得尊重 他凭什么心里会尊重你 那么到他长大了 到你年老了 他为什么会尊重你 为什么会孝顺你 我不能说所有的这种 都不孝顺 但是大几率上 很可能不孝顺你 而且不光是不孝顺你 在外面也不懂得感恩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 就是对小孩 让小孩过度的 挥霍金钱 有些说 那么这么长 有钱不就给孩子花 我指的是过度 什么叫过度 就是在你家的 经济能力范围之内 便超过经济范围之内 适当合一 但是不能过度 你说你哪个首富 莫公子 你说人家怎么挥霍 是什么 人家也是在你合理范围之内 明白 人家有这些钱 人家挥霍很正常 比如说人家有十个亿 人家挥霍一百万 这不很正常点 对吧 你家一共就十万块钱 你给他挥霍十万 你说我还没他花那多呢 你不开玩笑 你养成了他这种习性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支撑他这种习性 很多啃老奴 这孩子说 哎呀这孩子不争气呀 啃老啊 谁惯的 谁让他啃 怎么会让他啃老啊 就出小来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然后要钱就给 我也不想出去干啥 哎呦我父母给钱呢 我为什么不啃老 我不愿意干 这个吃不了苦 那个我怕热 什么干不了 然后他就觉得 哥你这是应该用分的 你老了 他拿不到钱了 他还生气一点 他怎么会笑住你呢 你想一想吧 嗯 到底老了 他会这么好好撑你 嗯 他该啃老的时候 该啃不着他 自己上火了 哎呀就你 怎么倒下了 你不倒下 我还能啃那 我还能撑你 哎呀天哪 你们想一想吧 所有的说 有的是 哎啃老的 还是谁 啃老的 还很笑 我都慢慢说出这种话 父母是怎么想的 这孩子啃老 肯定你都说 那啥了 他还肯笑住你了 啊 他拿你钱出去会货 这个让你和人家吃 吃不好 穿不好的 完事 他可笑住你了 这都是 哎呀 什么想法 呵呵呵呵 是吗 朋友们认为了 好了 那第四点是什么呢 老苏认为就是 你自己仔细想一想 你的言传身教 有没有让他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说 你对你的长辈 对你的父母是怎么做的 孩子会看着的 他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里 就会给他找一个深深的印记 那么他在以后 就很可能 你也这么做 你们想一想 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 你父母是他的第一老师 他看到了你们怎么做 你们怎么对待 长辈 那么 他深深的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这种东西会生根发芽的 平常你看不出来 但已经埋葬在心底了 当有一天 遇到同样的事情 这个芽就会骂去 就会晒发出来 晒发他的脑海里 然后他就知道 他该怎么做 那么朋友们 作为父母 你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们是不是应该 给孩子打个样子的 所以说 孩子孝顺不孝顺 其实很大的原因 不在于孩子本身 在于谁啊 在于父母怎么教育 你们想一想 一个极度自私的孩子 是谁教育出来的 一个过度恋爱的孩子 是谁教育出来的 一个过度挥霍的孩子 是谁教育出来的 你的言传是要给了他什么 是不是 好了 这四点 可以看出 未来一个孩子 孝顺不孝顺 当然 从你家长里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是不是 好了 希望家长们 都能做好这四点 也希望你 有一个幸福的晚天 你的孩子 会成为一个 善良孝顺 懂得感恩 事业有成的孩子 是不是 好了 感谢朋友们听老宋 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拜拜 拜拜